过节的时候亲朋好友送了甲鱼 很多人呢在家不知道怎么宰杀 更不知道怎么样做才能好吃 大家好,我是唐光燦 今天呢咱们学习甲鱼的红烧鱼宰杀的方法 首先呢我们来讲甲鱼的宰杀 甲鱼是冷血动物 冬天的时候呢它的灵活度不是太高 我们只需要把它翻过来 它就会自动的把脖子伸出来 这个时候呢咱们用抹布 直接呢拽住它的头 然后用力的往外拽 一定要拽到脖子这个地方没有褶纹 在这个时候呢咱们用刀 来嘎断它的气管 下面呢可能会喷血啊 会引起大家的不适 所以呢咱们要打骂赛克 这一个步骤呢一定要把它的气管割断啊 要不然呢它不容易死去 随后呢我们再找一个剪刀 在割断气管的这个位置啊 用剪刀直接将它的脖子给剪断 这样以来呢咱们后期 烫甲鱼它的脖子也不会缩回去 瞬间失去了行动能力也不会咬你 就这样啊咱们给它放在旁边 静动三分钟 由于这个小王八的生命力比较顽强 所以呢咱们用剪刀 先给它的指甲给剪一下 不会操作这一步的同学 可以将它送到煤甲店 剪掉指甲的目的呢就是咱们 后期处理的时候呢它不会抓伤我们 那甲鱼到底是怎样去开膛破度 同样工具呢咱们选用一把剪刀 在它的尾巴左侧或者右侧 最薄弱的地方用单页的刀面插进去 随后一点一点的剪 当我们剪到单侧两个腿中间的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横骨 如果说用剪刀硬剪是很难剪动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咱们避开要从上面的边缘去剪 一直剪到上面腿的一个地方 同样另一面呢也是这样的操作方法 在操作这一步的时候呢 甲鱼它会用这个爪子去乱抓 所以呢就是把它指甲剪掉 就不会伤到我们的手 它的屁股的根目肉比较厚 所以呢一定要把这个里面的根全部给它剪断 才能把它那个后盖呢给打开 后盖剪开以后呢 咱们就直接从中间扳开 甲鱼的内部呢 咱们打开来以后呢 里面的所有的内脏呢 咱们都不要 虽然说甲鱼的肝 还有这个甲鱼的肠 甲鱼的胆是好东西 但是处理起来特别麻烦 而且在经过加工手以后呢 基本上是没有吃的价值 所以呢我们把它里面 如果有甲鱼蛋呢 咱们可以留着除去甲鱼蛋之外 所有的器官全部是抠下来 丢掉不要 当我们把这个内脏处理干净以后呢 咱们打开这个甲鱼盖 里面有很多这个黄色的油 这个油除了腥以外 是一点营养价值都没有 所以甲鱼的油一定要把它剔除干净 这样呢我们吃了才能放心 我们不仅要把它剔除掉 而且呢还要把它剔除干净 剔除干净以后呢 接下来咱们点火起锅 接下来呢咱们烧水 烧水的目的是为了烫甲鱼的皮 烫甲鱼的皮水温呢 咱们不需要烧开 大概呢有80度左右就可以了 如果太高的话呢 甲鱼的皮容易烫老 随后咱们把宰杀干净的甲鱼呢 放进这个80度左右的热水中 时间呢不要太长 大概呢十几秒左右就可以了 而且是前前后后 全部都要把它放在这个热水中烫一下 包括甲鱼的头部盖部啊 全部要放进去 因为甲鱼的表面呢 它还有一层不能吃的皮 烫好以后呢 咱们用这个手去接这个上面的皮 或者是手搓 都能轻松的把它去除掉 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啊 你看看都有这个皮 一定要把它全部接掉啊 这个皮它不能吃 而且呢还很腥很腥 如果说不好整接的话呢 就说明没有烫透 还要入在这个开水中去烫 如果说烫老的话呢 咱们就用这个钢丝球去打 去烫 不管是怎么样呢 咱们这个一定要把它处理干干净净的 我们吃的呢才能放心 经过宰杀和烫皮处理好以后呢 咱们可以看到这个甲鱼的颜色 明显是变浅了 说明它这个皮呢已经处理干净了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来分割处理 首先是用菜刀将它的脖子卸下 去除头部不能吃的鼻尖 因为甲鱼的鼻尖呢 看着非常恶心 再把甲鱼的头部从中间一分为二 剁甲鱼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把这个块呢 稍微的剁大一点 像这个甲鱼的盖呢 咱们给它直接一分为四就可以了 不需要剁的太碎 首先呢 我们直接从刚才没有分割的地方呢 把它全部割断 这样甲鱼的壳和底盘呢 全部就可以分开了 还有甲鱼的尾巴呢 我建议大家也不要吃 剁开来之后呢 里面有这个生殖器官 一定要把它去除掉 随后呢 全部剁成这个大块备用 冷水下锅焯水 是最有效去除肉类血水的方法之一 接下来呢 咱们点火起锅 锅中呢 加入适量的冷水 紧接着咱们直接倒入 处理干净的甲鱼 并且开大火 迅速的将锅中的水分给它烧开 烧开以后呢 会有大量的湖沫出现 咱们先用勺子呢 将这个湖沫呢 全部打捞 丢掉不要 随后咱们再次将烫好的甲鱼呢 捞在这个清水中 用手一块一块的去处理 把刚才没有处理干净的黄油呢 给它全部抠掉 并且呢 清洗干净上面的湖沫 这样一来呢 咱们又得到了处理干净的甲鱼 这个甲鱼呢 不管是炖汤还是红烧 咱们吃的呢 都能放心 选用好的食材是一方面 处理好食材更是一方面 那么接下来呢 我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甲鱼 红烧方法 也就是加强的做法 首先呢 咱们用大火将锅烧干以后 加入适量的清油 这个油呢 咱们是主要是润锅 是防止咱们炒制这个肉类食材 粘炼锅底的方法之一 油烧热以后呢 咱们首先下入适量的蒜子 这个大蒜呢 我们用热油给它炸一遍 炸至这个金黄的虎皮状 随后用漏勺给它捞出来 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 咱们给它捞出来 放在这个旁边备用 另外锅中的油呢 咱们给它盛出一部分 只需要留少许的油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咱们倒入提前切好的 大约半斤的五花肉 这个五花肉和甲鱼一起同时烧 可以增加这个甲鱼的肉香味 并且炒出的猪油 还可以使烧制的甲鱼呢 汤汁变得粘稠 用勺子不停的煸炒 将这个猪油炒出 并且呢炒干水分 直到炒香以后呢 咱们再加入提前切好的葱和姜 再稍微的适量放一点那个花椒 增加麻度 再来一个八角增加香味 用勺子呢 给它简单的炒香以后 咱们直接倒入处理干净的甲鱼 再次简单的煸炒 让甲鱼受热 随后倒入适量的干辣椒 能吃辣的咱们多放 不能吃辣的少放 不吃的就不放 再倒入适量的生抽 体味增鲜 接下来呢 咱们还需要加入少量的老抽 来这个提升颜色 还要加入少量的蚝油 这个蚝油呢 不仅可以使汤汁粘稠 还有增加底味的效果 烧甲鱼 黑胡椒是一定不能少的 它不仅可以去腥 而且呢 更有增香的效果 咱们给它适量的 加入一小勺 再倒入少量的白糖 再开大火 把这个汤汁呢 给它炒香 一定要把这个生酱油的味道呢 把它给炒出来 在炒制的过程中呢 顺便看一下锅中的颜色 这个颜色呢 就是奠定了出锅时候的颜色 如果说浅的话呢 咱们再补生老抽 加水呢 一定要加开水 因为这开水呢 可以使这个汤汁呢 变得粘稠 并且呢 甲鱼的肉还容易入味 水的量和甲鱼呢 保持一瓶之后 咱们加入一个青椒 是增加清香味 盖上锅盖 中小火烧15分钟 15分钟以后 咱们打开锅盖呢 此时香味不比 为了烧制出来的菜品 干净好看 作为专业的厨师来说 一定要把里面的葱姜大料 用筷子呢 给它挑剪干净 这样一来 咱们收汁装满以后 看上去呢 就是清清爽爽的 收汁之前呢 一定要加少许的出锅醋 这个醋呢 可以软化肉质 增加方味 同时呢 起到解腻的效果 一开始炸的大蒜 一定要最后放 要不然放早的话呢 它就烧成泥了 再来少许的鸡精提鲜 如果说怕吃鸡精中毒呢 咱们可以不放 就这样啊 咱们开大火呢 给它收汁 锅中的汤汁变得粘稠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也不需要烧到太干啊 太干的话就容易咸 这个时候很多人说 我看你烧甲鱼 为什么不加盐 我跟大家讲啊 我们家的酱油 不管是生抽老抽 还是鸡精 蚝油 它里面都有盐 再加盐的话呢 咱们收干汤汁 这个菜呢 肯定就咸了 装盘以后呢 咱们最后来点这个青蒜 和这个红椒点缀一下 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 家常版的红烧甲鱼呢 就制作完成了 咱们在制作制造菜品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一下几点 第一呢 就是甲鱼前期一定要处理干净 其次就是烧汁的时候呢 不需要放盐 再者就是烧汁的时间呢 要根据甲鱼的老嫩程度呢 自己去判断 那么本期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哎 谈刺人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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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唱歌的吧 哎 谈刺人呢 201来了一座客人 看了你上一期蒸子烧甲鱼啊 自带一只 一定安排烧下 甲鱼是吧 对 它是一个客人 自带 像视频里面它一样烧的是吧 对对对 是你的粉丝 看了你的上一期视频 蒸子烧甲鱼 特意叫你安排一下 这甲鱼有四斤重 四斤重啊 你那是野生的吗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藤光燦 今天能给大家带来红烧甲鱼的制作方法 客人有什么要求 就是按你上次的蒸子的红烧甲鱼那是 这是一只净重2000克 可以说是半野生的甲鱼 现在天气比较冷 甲鱼的活力不是特别强 要是下天的时候把它翻过来 它会立马自己翻过去的 这样一来 我们要想抓住它的头 给它放血 只能给它做心肺复苏 双手按它的胸口 用力呢 就会把它的头按出来 然后我们用毛巾拽住它的头 用力的向后拽 把它脖子全部拽出来哦 在它的脖子最底边的这个地方下刀 一定要将气管全部割断 一定要割出鲜血 甲鱼的血尽量放干净 要不然颜色烧出来发黑 并且有点腥 为了防止在后期宰杀的时候呢 它的爪子会伤到人 所以呢 我们前期先给它爪子剪掉 给它修一个指甲 屁管割断 放血 大约10分钟 它已经没有力气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给它 开膛破肚 首先呢 我们找到它的最薄弱的部位 也就是它尾巴的这个下面 用一把剪刀的单叶刀面插进去 沿着甲鱼裙边的底部 将它全部剪开 当剪到两个腿的中间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横骨 从内侧都剪不动了啊 所以呢 我们绕一圈 再从外侧剪 这个地方呢 恰巧它的外侧是最薄弱的 我们再将它剪到头部的位置 另一边呢 也是同样的操作方法 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把甲鱼的内肪打开 由于平台的原因 甲鱼的内脏呢 不能呈现在观众的眼前 在这里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里面的内脏 所有的都不要 只要是你能扯下来的东西啊 全部不要 看这个甲鱼的颜色啊 应该是不错的 甲鱼的油呢 也非常亮黄 去除干净以后呢 是这个样子的 内脏清理好以后呢 里面黄色的油一定要清理掉 这个油除了腥以外 别的什么用处都没有 为了好去除甲鱼的油和去除甲鱼皮 我们一定要往里面加这个开水啊 刚烧开的开水 至少要80度以上 放在开水中呢 烫至40秒 里外呢 都要让甲鱼均匀的受热 大概20秒左右呢 再给它换一个跟头 背部呢 也泡一下 再过20秒 甲鱼的壳上面的皮呢 就很容易戒掉了啊 像这样一搓 就可以轻轻的戒掉了 这个甲鱼的皮很腥呢 一定要全部去除干净 不管是肚底 还是背壳上 头上 爪子上 裙面上面都有 一定要全部把它戒掉 戒的一点都不剩哦 在出离这一步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认真 特别是指甲的缝里面 有的地方戒不动 可以放在开水中呢 再次烫一下 如果烫老的话呢 钢丝油去擦 总之呢 是全部把它擦干净 当我们甲鱼壳上面的皮全部去除完成之后呢 掀开来 甲鱼的油经过开水烫以后变硬 就比较好去除了 用手撕或者用剪刀剪 都非常容易摘掉 甲鱼的油除了腥以外 没有任何实用的价值 所以呢 一定要全部清除掉 清理到这个时候呢 里面还有一点小的碎的 就等一下我们剁碎 焯完水呢 再清理 徐叔叔 给那个围裙拿给我一下 就是小红围裙啊 对 起见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分割多块 首先呢 将头部去除 再将四只的底部和壳分离 这一只呢 是公甲鱼 它的尾巴上端 轻轻的开一个小口 然后呢 将里面的生殖器拉出来 然后割掉不要 剩余的 我们将它一分为四 然后全部同一剁成和麻将一样大小的块备用 总之呢 不管你剁多大的块 一定要均匀 甲鱼的头 你要是愿意吃 就把这个笔尖去掉就可以了 然后一分为二 不愿意吃呢 就直接扔掉 在剁甲鱼壳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用刀的后根去剁啊 要不然会很伤刀的 因为它的壳太硬了 我们直接从中间将它一分为四就可以了啊 这样以来呢 咱们的甲鱼就全部处理 分割完成了 接下来呢 咱们电火起锅 锅中加清水 冷水下锅焯水是最有效去除肉类血水的方法之一 一定要冷水下锅哦 随着锅中温度不断的上升 会用大量的糊沫出现 锅开以后呢 我们将糊沫撇在一边 然后呢 用手勺将它全部打出 直到将锅中的糊沫全部打了干净 再次煮至30秒 然后我们全部捞出 放在一旁的清水中 将它呢 清洗干净 捞出来以后呢 我们先冲凉 然后呢 再将里面的黄油 还有没有清理干净的甲鱼皮 再次呢 将它清理干净 到我的酒店里吃饭的客人一定要放心 我会把你的食材处理的干干净净 甲鱼处理干净以后呢 下一步我们来调一个料汁 半勺黄豆酱 搭配半勺蚝油 这两个酱汁呢 可以是汤汁粘稠 而且在那增加底味 一小块白糖 体现增味的作用 然后呢 再来一大勺的生抽 增加底味 体现的作用 再来一小勺的黑胡椒碎 去腥增香 特别管用 用勺子将它搅拌均匀 放在一旁作为料汁备用 接下来呢 我们来上锅操作 再次点火起锅 开大火迅速的将锅中的水分烧干 热锅中加冷油 不停的转动润锅 这一步是最有效防止食物粘连锅底的方法之一 油热以后倒出 烧甲鱼要想汤汁粘稠 并且非常的香 一定要加猪油 猪油搭配菜籽油两种油粉和在一起 又香又金黄 油热以后呢 我们加300克的大蒜头 将它呢 炸至金黄虎皮状 锅中的油呢 也会有一种蒜香味 炸成这个样子以后呢 将它捞出控油备用 锅中剩下来的油 我们先加葱段姜片 在里面炒香 再倒入兑好的料汁 简单的煸炒 将料汁呢 炒出香味 客人能吃辣哦 咱们多加一点干辣椒 再放点八角和花椒 八角呢 大概两克就可以了 同样是简单的煸炒两下以后呢 我们将 处理好的甲鱼倒入锅中 再一次的翻炒 让甲鱼裹满料汁 接下来呢 我们加入开水 锅中加开水 水的量呢 已经和甲鱼保持一平 盖上锅盖 锅开以后呢 小火烧20分钟 20分钟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具体的时间呢 根据你甲鱼的大小老能程度自己判断 20分钟以后呢 我们打开锅盖 此时锅中的汤汁呢 非常的金黄 颜色好看 并且呢 非常粘稠 成一块甲鱼的腿部 用手呢 去捏一下 这样的捏动呢 就熟了 为了出品好看 我们首先呢 将甲鱼全部挑剪出来 用筷子呢 去一个一个的夹 夹的时候呢 在 汤汁里面的涮洗一下 将上面的八角花椒全部涮掉 再用漏勺 将汤汁里面的所有料渣 全部打捞出来不要 只剩下干净的料汁 这个时候呢 咱们将甲鱼呢 再次加入锅中 再倒入油炸好的蒜子 下一步呢 我们开大火来收汁 为了防止它粘连锅里面焦 我们用手抓住锅吧 来给它放动 我们前期调整个料汁 蚝油 黄豆酱 生抽 都含有盐 这道菜呢 就是收干汤汁的 所以呢 后期呢 就不需要再加盐了 想要更好吃的话呢 可以适当的换一点鸡汁或者是鸡精来提鲜 将汤汁呢 说到这种情况啊 能挂在这个肉上面不掉那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咱们再加入呢 只需要记住一点 前期呢 一定要按照视频中 来严格的操作 将甲鱼呢 处理干净 烧出来呢 才能好吃不腥 后期的料汁呢 加进去之后呢 千万不要再加盐了 烧干以后呢 会咸的 那么本期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加个关注 谢谢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今天呢 咱们金哥呢 从市场上买了两只这个野生的甲鱼 这一只小的呢 是三斤多 这边呢 还有一只大的 它是五斤多 加起来呢 一共九斤多一点呢 收了九百块钱 一百块钱一斤 专业厨师专业技术 大家好 我是唐光燦 今天呢 给大家带来甲鱼的宰杀 以及黄闷的做法 那么首先第一步呢 咱们来宰杀甲鱼 就是按照视频中的这种方法呢 将它背部向上 它会把这个脖子伸出来 随后呢 我们用一块毛巾啊 包住它的头部 再从它的颈部呢 将它的气管割断后放血 咱们在操作这一步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安全 最后呢 再将它放在一旁的容器中 放血备用 那么咱们的另外一只甲鱼呢 也是用同样的操作方法 也是将它的气管呢 割断以后呢 放在一旁的容器中 那么十分钟以后 我们将它从容器中拿出来 用一把锋利的菜刀呢 在它的尾巴的上端呢 向内滑 甲鱼两侧的腿部中间呢 有一条横骨 所以呢 我们要用剪刀啊 从它的背部呢 避开这个地方 这样呢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将它的两侧剪断之后呢 就可以将它的盖子打开了 这个甲鱼的盖子打开之后呢 我们将里面的所有内脏呢 全部去除掉 有人说这个甲鱼胆可以去腥 可以用来涂抹这个甲鱼的全身 内脏去腾完成之后 我们再用刀呢 将所有的甲鱼油 这种黄色的甲鱼油全部去除掉 因为这个甲鱼的油呢 是非常的腥 那么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呢 再将这只大弹的处理 将两只甲鱼全部处理好之后呢 下一步我们点火起锅烧水 结果呢 给甲鱼烫皮 水温呢 不要烧的太高啊 控制在80度左右 随后呢 将它倒入容器中 再将两只宰杀好的甲鱼呢 放在这个水中呢 泡一会 泡制的时间不能过长 啊 过长的话 这个甲鱼皮就烫烂了 大概10秒钟 我们将它拿出 拿出来之后呢 这个表面的皮呢 就可以用手呢 轻松的把它搓掉了 不管是甲鱼的背部 还是胸部 它的腿上呢 包括是脖子上的都有 一定要把它全部的搓掉 将这个甲鱼皮处理干净之后呢 我们再次将盖子打开 一定要将里面的黄油取出干净 我们将两只处理好的甲鱼呢 放一方备用 表面是干干净的 内部呢 也要处理干净 内部还有一些小的油 我们将它剁碎之后呢 再来处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将它分割剁碎 首先呢 将它的头部斩断 随后呢 斩成小块备用 剩余的底部呢 我们将它剁成和麻将差不多大小的块呢 就可以了 另外呢 它的尾部这块呢 是圣食器 有非常大的意味 所以呢 我们直接把它削除掉 不要了 甲鱼壳 我们从中间呢 将它一分为四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有同样的方法 将另外一只甲鱼呢 也处理好 这里呢 正好是两只甲鱼的量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来将甲鱼焯水 紧接着 我们将锅中加入清水 冷水呢 将甲鱼肉呢 加入锅中 冷水下锅焯水呢 是最有效去除肉类血水的方法之一 随着锅中的温度慢慢上升 会有大量的湖沫出现 这些漂浮的湖沫呢 是甲鱼中残留着血水 以及脏气 用大火呢 将其煮开之后呢 我们将湖沫全部打出 丢掉不要 打捞干净之后呢 我们再煮个30秒 直到这个水呢 是清澈的就可以了 随后呢 我们将它捞入 放在旁边准备好的清水中 这个甲鱼呢 我们再次烫水之后呢 还有这个表面的一些这个皮呢 我们要把它清理干净 随后呢 在一块一块的将是表面的黄油 还有残留的血沫呢 把它清洗干净 那么这样呢 我们处理好的这个甲鱼呢 不管你是炖汤 还是红烧 黄焖呢 都非常好吃 不腥 看上去呢 都是干干净净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准备一些苦料 来烧制这个黄焖甲鱼 首先呢 是一斤的五花肉 将它呢 切碎之后备用 还有250克的蒜子 适量的葱姜 一些新鲜的青麻椒 这一盆呢 是处理好的甲鱼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电火起锅 开大火迅速的将锅中的水分烧干 随后呢 加入一勺冷油 不停的转入润锅 这一波呢 是最有效防止食物粘链锅底的方法之一 当锅中的冷油烧热至冒烟的时候呢 我们将它倒出 随后呢 我们向锅中加入约40克左右的豆油 还有40克左右的菜籽油 加入这两种油呢 会让甲鱼的汤汁非常的金黄 好看 接下来呢 我们开大火将它烧热 六成热左右的油呢 我们将切好的五花肉加入锅中煸炒 加入五花肉的目的呢 是增加这个猪肉的香味 让甲鱼烧出来呢 味道不是寡淡的 随后呢 我们不停的煸炒 让猪肉呢 均匀的受热 将猪肉呢 炒透 并且炒出里面的猪油 大概呢 炒至三分钟 锅中的猪肉呢 已经炒透了 随后呢 我们将蒜子呢 加进去 同时呢 我们再加入生姜 加入这两样的目的呢 有增香 去腥的效果 还是不停的变炒 将它们的香味呢 炒出来 姜蒜的香味炒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加葱 不然这个葱呢 会炒糊的 紧接着 我们将处理好的甲鱼肉呢 也加进去 简单的翻炒两下 让甲鱼呢 均匀的受热 这一步呢 能有效的去除甲鱼的腥味 接下来呢 把它是继续的变炒呢 将甲鱼炒透 随后呢 我们加入鲜的青花椒 那增加麻味 还有青香味 再加入点辣椒 增加辣度 不能吃辣的少放 咱们吃辣的多放一点 没有鲜花椒呢 可以用干花椒来代替 再一次的翻炒 将它们呢 炒出香味 烧至甲鱼呢 一定要晃一点黑胡椒碎 有起到温补和去腥的效果 随后呢 咱们顺锅边的喷洒料酒 再加入约50克左右的生抽类的酱油 我们用的是东谷一品鲜 加这个酱油呢 目的是增加颜色 还有调味的效果 这个酱油呢 是咸的 所以呢 就不需要再加盐了 因为这个汤汁收干之后呢 它会更咸的 再次翻炒 我们看一下锅中的颜色是金黄色的 这也是我们出锅时候的颜色 随后呢 我们加入提前准备好的热开水 一定要热开水 加入这个水的量呢 一定要高于甲鱼2-3厘米为最佳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开大火呢 将它烧开 烧开之后呢 会有少量的红沫出现 我们再次用勺子 将上面的红沫打出 并且呢 用中火炖制15分钟 炖制15分钟之后呢 锅中的汤汁已经少了许多啊 汤汁呢 非常的浓稠 而且呢 金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为了出品的好看呢 将里面的干辣椒 还有这个葱姜呢 把它推浅出来不要 挑剪干净之后呢 我们再用大火呢 烧一下汁 随后调味呢 我们再加入少许的精盐 再来一点白糖 最后呢 再稍微的来一点鸡精 铁味增鲜 再下入提前切好的辣椒呢 增加颜色 还有增加清香味 最后呢 一定要淋上少许的出锅醋 这大约15克的出锅醋呢 有去腥解腻的效果 盖进去之后呢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那么咱们再加做呢 只需要按照视频的顺序来严格操作呢 就可以了 这个汤汁呢 是非常的金黄 并且粘稠 泡米饭呢 特别香 另外呢 给大家普及一下 甲鱼最好吃的一块肉呢 就是这一块 甲鱼的裙边 也是非常的有营养 胶原蛋白特别多 那么本期的黄焖甲鱼以及宰杀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加个关注 谢谢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鲜活的甲鱼到底怎样宰杀 很多人呢 都不费 甲鱼不管是红烧还是炖汤 怎样去处理 很多人呢 也都不知道 今天呢 我跟大家分享 甲鱼的宰杀以及红烧的家常制作方法 大家好 我是汤汤汤 今天呢 咱们做一个假商的红烧甲鱼 转好阿彪说 长天要累了 甲鱼给它补补肾 好的好的好的 今天呢 我们买了一个两斤半左右的肥糖甲鱼 在夏天的时候呢 它的活力非常的强 那么我们怎样去宰杀它才会更加的安全 可靠 干净 在前期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准备三样工具 菜刀 抹布 搭配上一把剪刀即可 甲鱼的最强黄鱼呢 就是把头伸在这个坚硬的壳里面 我们只需要呢 将它翻一个跟头 它就会主动的把脖子伸出来 在它伸出来的一瞬间 我们瞬间用抹布 拽住它的头部 用力的向外拽 把它所有的脖子全部拽出壳 再用手在它的底部的位置找到血管和气管 只要把它们割断 这个甲鱼呢 我们就是完成了第一步的宰杀 接下来的场景呢 可能比较血腥 请大家呢 谨慎观看 以防引起不适 割断以后呢 放在一旁 自然呢 将它体内的血躺完 甲鱼也就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宰杀好以后呢 这个甲鱼怎样去处理 去开壳也是有讲究的 用一个剪刀的单叶刀面 从甲鱼尾巴底部的这个最薄弱的地方插进去 沿着它的裙边的位置 一直向这个一个方向去剪 这个地方呢 都是没有骨头的 特别的好剪 但是呢 当我们剪到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横骨的位置 就是一个骨头挡住了 我们只需要将它翻过来 避开这个横骨 从上面去剪 咱们在操作这一步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一下几点 第一呢 就是如果甲鱼的爪子呢 它会去抓你的手 你要先把它的指甲给剪掉 其次呢 咱们要选用一把锋利坚韧的这个剪刀 它的杜糖呢 掀开来以后 我给大家建议的是里面所有的器官的都不要 包括甲鱼的胆 大家呢 也都不好去处理 虽然说甲鱼的胆呢是有益的 它的肝和这个肠都能吃 但是呢 去处理的方法呢 就是太麻烦了 咱们就是省略了这一步 也就是说里面所有的器官全部是丢掉不要 除去器官以后呢 它里面黄色的油 也一定要尽量的把它去除掉 因为这个甲鱼的油啊 它除了腥 一点营养价值都没有 而且吃起来呢 还特别难吃 全部宰杀处理干净完成以后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点火起锅 锅中的加水 这一步呢 咱们来给甲鱼烫皮 给甲鱼烫皮的水温也是有讲究的 像这种肥肠甲鱼 我们用80度的热水去烫 不用烧开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将甲鱼 前方位无丝角的放在这个热水中去烫皮 放在里面烫制的时间呢 大概10秒钟左右 每一面的都是不要烫时间太长 你像这样用手呢 轻轻一搓 它这个皮呢 就很容易接下来 不管是反面正面脖子腿部呢 都要把这个皮 全部给它给接掉 因为这个皮呢 不能吃 而且还特别腥 处理好甲鱼的皮呢 下一步呢 咱们来进行分割 甲鱼的头部呢 咱们去除鼻尖 将它一分为二就可以了 剩余的 咱们从中间劈开之后 先去除尾部的生殖器官 剩余的呢 咱们剁成自己喜欢的大小块 这边呢 给大家建议的是呢 尽量去剁大一点 包括甲鱼的壳 也给它一分为四最好 分割完成以后呢 放一旁备用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点火起锅 这一步呢 咱们来给甲鱼焯水 冷水下锅焯水是最有效去除肉类血水的方法之一 加入甲鱼之后呢 咱们开大火 迅速的将锅中的水分烧开 随着锅中温度不断的上升呢 会有大量的湖沫出现 我们先用勺子呢 将上面的湖沫全部打出丢掉不要 再捞出来 放在清水中 冲洗过凉 并且再一次的将上面的甲鱼油 也就是这个黄色的东西 全部去除掉 这样呢 我们处理好的甲鱼才能吃的放心 每一块肉呢 上面都是干干净净的 你不管是清蒸 清炖 红烧 自己呢 在家吃都非常放心 今天呢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简单的红烧家常做法 首先呢 是这个咱们处理好的甲鱼 辅料呢 咱们用到香菜 还有这个青椒 葱姜蒜 稍微的切大一点啊 不要碎 还有这个干辣椒 花椒八角 常见的老抽 是有上色的 适量的白糖 还有这个猪油 必不可少的黑胡椒 香醋 还有一品鲜 生抽类的酱油 最后呢 放少许的蚝油 首先呢 我们点火起锅 开大火迅速的将锅中的水分烧干 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不停的转动润锅 这一步呢 是最有效防止食物粘连锅底的方法之一 大火呢 烧热以后下蒜子 将蒜子呢 炸至金黄虎皮状 放一旁备用 锅中留少许炸蒜的素油 再下入提前准备好的猪油 加猪油可以使甲鱼的味道呢 更加的干香好吃 并且汤汁非常粘稠 没有猪油的话呢 可以用适量的五花肉来代替 油热以后 咱们先下葱姜 进行简单的煸炒 再倒入提前处理好的甲鱼肉 大火不停的煸炒 使甲鱼肉得到充分的加热 这一步有去腥增香的效果 炒匀以后呢 下入干辣椒 八角花椒 主要是增加麻度辣度 能吃麻吃辣的咱们多放 不能吃的咱们少放 再次简单的煸炒以后呢 咱们下入老抽上色 再加入生抽类的酱油 增加底味 再下入大约30克的蚝油 可以使汤汁更加的粘稠 同时还有增加底味的效果 再顺锅边 喷上一点醋 去腥增香 一定要加入灵魂的黑胡椒碎 它和甲鱼在一起烧出来之后呢 会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加完之后呢 咱们再次大火煸炒 将生酱油的味道全部炒出来 并且激发出调料的香味 随后呢 咱们补足清水 这个清水的量 一定要高于甲鱼一厘米左右 同时放入青椒 还有这个香菜 增加这个甲鱼的清香味 倒入白糖 中和酱油的咸度 看到这里呢 又有人问 为什么烧菜不放盐 因为咱们前期放的所有调料呢 基本上都是含有盐的 在这里呢 我敢给大家保证 你按照我的方法去做 保证是这个盐度和甜度都是刚刚好的 烧开以后呢 咱们盖上锅盖 用中火 持续焖烧10分钟左右 时间到以后呢 咱们打开锅盖 此时呢 香气铺鼻 锅中的汤汁呢 基本上已经烧得快干了 这个甲鱼保证是已经烧熟了 为了出品好看 我们用筷子呢 将里面的辣椒 香菜 干辣椒 花椒 以及生姜全部挑剪出来 不要 再倒入咱们提前炸好的大蒜 放入适量的鸡精去提前增味 这个鸡精中呢 它也是含有盐的 如果大家不喜欢吃鸡精的 可以不放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开大火去收汁 一定要把这个汤汁啊 给它收得非常粘稠 全部的挂在这个甲鱼的肉上面 盛出来装盘以后呢 即可以上桌使用 这道菜的做法呢 非常简单 大家呢 只要是把这个甲鱼处理干净 我相信呢 你们在家都能做好这道菜 留着中秋节过年的时候 咱们露一手 甲鱼身上最好吃 最有营养的部位 吃这个裙鞭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 一定要先抢先吃 来 这个裙鞭好吃 对 去面肉好吃 对 这个去面肉最好吃的 对 不好吃吗 嗯 眼睛正好 胃口鲜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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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月9日 deep的座匙 请教订阅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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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啊 我也不过来 因为我们对你如意 就好 来 来 因为我们谢谢 今天 来 来 来 我们跟西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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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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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恩 感恩 感恩 感恩恩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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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